第四个题 他说有许多人说佛不明道理 被人拉着到处认儿女 搞帮派破坏佛法 请问这算不算是自己学佛的魔障 将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这个情形我想可能有 在道场里面 真的有高帮派的 有认什么干儿子干女儿的 甚至于在家人 还认出家人做干儿子干女儿的 真有这些事情 这个错了 这是破坏佛法了 佛法戒律的都没有啊 而且禁止 所以这叫人情佛寺 人情佛寺将来的果报 都在山土 为什么呢 他破坏佛法的形象 这个罪跟破活活生的罪是相等的 佛法讲 等流罪 你跟他是同等的 那这个罪是阿比地 所有古德常讲啊 地狱门前身道多 这个话 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不同不懂教理 不守清规 用人情做佛寺 那去予游太阳 对郎的 呢 我给他认识 那些识计 我会一直在做佛寺 好